土耳其大地震死伤惨重 许多国家前往救援也捐款捐物资 新竹县五丰乡桃山国小 远在山上的小学生看到灾矿就发起了爱心募款 有的捐出零用钱 有的则是拿出红包钱 都想尽一份心力帮助灾民尽快充建家园 五块十块学生把零钱投入捐款箱 五丰桃山国小学生自治会 结合国际时事和国语课程 发起帮助土耳其募款活动 要为受灾户尽一份心力 土耳其还有叙利亚这个百年的振灾 那其实跟小朋友在聊天的过程中 都可以知道他们有掌握这个讯息 那学校以前对于这一块 就是让小朋友学习手心翻转的部分 一直都有结合一些时事活动在进行 土需大地震死伤人数多 振兴全球 老师在课堂上进行启示概念 和时事结合 告诉学生灾况和地理位置 学生就透过自治会制作海报 凸显急需帮忙 还到各班宣传 做校内捐款募集 学生说在网路上和电视上都看到灾情惨况 之前台湾大地震时 土耳其大力支援 即使只有微博的几十块零用钱 也想回馈 也有人捐出红包钱 说泰雅族的精神就是要分享互相帮助 能够付出给予感觉很快乐 我觉得土耳其的人很可怜 我拿红包钱来捐 土耳其发生了大地震 需要我们的爱心帮助土耳其的人 我们以前打猎 打猎 打猎出来的猎物 就是要分享 然后这个意思解释来说就是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就要帮忙 之前我们台湾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土耳其他们也有来帮忙 然后如果 就是我希望土耳其的人能快乐 土耳其的人能快乐 我的心就会很快乐 击沙成塔击少成多贡献铺满 为期一星期的募款活动 全校63名学生总动员响应 主动积极 也让学生学会翻转手心 帮助他人让爱延续